到22歲 接觸了第二個八落 紅金埔 他叫我出去過家和 拍《殭屍先生》 我跟大陸說 也有少許難度 因為我不是自由人 我簽約給少士 不如我上去跟高層談談 我上去跟高層說 廢話說高層叫甚麼名字 我猜到 姓黃的 是的 姓黃那個 我真的知道 姓黃說 說了這件事給他看 他突然說 好啊 蛤 好 因為我們少士現在開始減產 不是太多戲拍 你每個月都出我薪 但沒有戲給你 就不是太好 不如說 你把那份藥 你去那邊拍多少個月期 你就退多少個月 那邊出糧給你 哦 我明白了 是的 現在叫成人之美 其實兩雙張 大家都可以的 你真的想得很厲害 我只想到死去叫屎不撞棍 吃屎吃肉豆都可以的 就是屎不撞棍 是的 屎不撞棍也對 題外又拉回一件趣事給你聽 我剛才跟你說過 我簽少士十六歲未夠 是的 於是就退期 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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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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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滿藥的時候 我大兒子十歲了 怎麼搞錯啊 這麼久啊 搞錯 很好笑 2000年跟劉冠偉在國內拍完那部 去到2002年就沒有人找我了 這麼多年了 不如嘗試一下 用自己這麼多年拍的經驗 去專注做導演和指導 我兒子是2002年出生的 我2002年上去做導演 我上去做導演 我老婆手抱起機場 送我機的 是的 因為做導演你前期 找工作人員 Casting 道具服裝都關你的事 於是專注做導演之後 我老婆和我兒子 去上海 你不經不記得 在機場我接機 接著見到我老婆就是一個 兒子呢 不是手舖的嗎 曉嫻賢酒 是的 一指兒子到處跑 我不知道那個人是我兒子 即是撞鬼 很對不起兒子 又要和自己有承諾 我做多 因為已經做了工作 這一兩部導演之後 我要轉回做演員 無論是四線也好 四線也殺他 我要陪兒子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一做原導演 我在國內接一些 不等死的那些 漢奸 又做過 日本鬼子 又做過 小河 你的名字也有些知名度 我沒有這個小鮮肉 你就做一個漢奸 給他打 即是那些 認識罪卷 是 還給他兒子 漢奸很快被殺 是的 喂 我是漢奸 一頭一尾 一頭一尾 一尾 你出來 沒錯 最喜歡做漢奸 認識做漢奸 不是 認識外援兒子 一定要做漢奸 為了兒子做漢奸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阿仔 知不知道爸爸為了你做了幾次漢奸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看回頭 有沒有一件事 你當然因為少年得志 做了 現在是非常後悔的一件事 少年得志 少年得志 一定是亂做事的 不是 任性的嘛 都沒有不任性的 因為我小時候進去的時候 是見到 即是有些前輩 除了不賣位 就是在後面那些 賭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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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這樣儲不到錢的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一來那些牧師 是吧 即是易穩 易穩他們一早班 夜班 辦一下地下 睡一下 萬死師後收牧師錢 那些 那個年代三百元一組 嗯 他一日都賺成千元 很多錢 很多錢 等於一個月薪 一個月薪 一個月薪 他一日可以賺到一個月薪 那你會怎樣花呢 就是賭錢 就是賭錢 二來二散 好笑的 有時做動作 我們有些叫釣毛 抽慣 一做動作 那些十五都飛出來 哈哈哈哈 踢到一顆褲袋 你不要踢到一顆褲袋 你不要踢到一顆褲袋 有人說 我不知道在頂上飛了一些 啤牌下來 原來師傅 帶著一顆啤牌 收得好一點 你不要收到那些 沒有啤牌 在裡面 哈哈 飛出來 真的是笑多 各位 今天最後一句話 就是阿帕堅說的 那句話是經典 就是我跟阿仔說 懂得外援的兒子 一定要做漢奸 哈哈 為了兒子做漢奸 這個很激 這個很激 阿仔 我為了你 做了很多次漢奸 阿仔 有金 阿嬤 阿櫤 阿咪 Zither Harp